北京战犯管理所俗称功德林监狱 这里曾经关押着上百位在国共内战中被俘的国军高阶将领 他们在功德林监狱中被强迫接受改造 这些人之中有的积极配合中共,携毁过书 从1959年特赦第一批国军将领开始 到1966年共特赦了六批国军将领 其中叫知名的杜玉明、王耀武和宋西连等人都是第一批被特赦的 而这些国军战犯中当然也有态度强硬、拒绝改造的将领 即使身为战犯、遭到囚禁,但他们依然保持独立人格 即使兵败,仍然意志坚定、毫不屈服、守住军人该有的尊严 所以这些国军将领直到最后一批才被特赦 1975年3月19日,中共政府宣布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 一共有293位 今天要来介绍在最后一批特赦的200多人中最知名的四人 第一位,陈世章 陈世章1902年出生,黄浦军校第五期毕业 他一直都在中央军里任职 抗战时期,参加过武汉会战,率部与日军血拼三天,获得了上级嘉奖 晚南事变中,陈世章的表现非常积极,让新四军的突击部队损失惨重 1944年1月,时任四十师师长的陈世章迎来了他的新上司,黄百涛 但陈世章并不歧视这位非中央军的长官,并且还在黄百涛的领导下克尽职守 逢战必先,很得黄的赏识 没想到中央军出来的将军这么没有架子,而且还很听话,实在难得 这点让黄百涛非常欣赏 所以,黄百涛后来升任第七兵团司令后,立见陈世章接任25军军长 徐棒会战中,25军随着第七兵团一同覆灭 陈世章不想成为解放军的俘虏,最后好不容易借由化妆逃回南京 到南京后,蒋介石命他重新组建25军 陈世章一面把老婆孩子送到台湾,一面在福州去征兵 全市老兵的25军都不敌解放军,新25军更是如此 福州战役中,陈世章又一次成了光感军长 他再一次逃出战场到达厦门 本想伺机出海,却在清查行动中落网 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变成俘虏的陈世章,拒绝中共的改造 表现得非常不配合 最后一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才被特赦 这批最后特赦的人都是中共认定的顽固分子 他们心中一直是认同中华民国 特赦后的陈世章第一时间就想去台湾 但台湾基于总总考量,不同意其入境 后来得知老婆孩子在美国,才飞过去一家团聚 1992年,陈世章病逝于美国,终年90岁 第二位,文强 文强是黄浦军校第四期毕业 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过北伐战争,亲历南昌起义,后脱离共产党 1935年加入国民党军统,官制中华民国陆军中将 1949年,在徐邦会战被俘,监狱长要文强写悔过书 文强表示自己一直爱国爱民 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 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组织,所以问心无愧 并对监狱长生严 我曾任洪医师的师长兼政委 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 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 林彪是我不下,刘少奇家里我家不到20里路 是他们没有把我交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 我不写 作为高级战犯关押26年,由于长期不写认罪书而无法特赦 最后文强于1975年3月,最后一批或特赦出狱 第三位,刘振湘 刘振湘,1906年出生于广东,黄浦第五期毕业 北伐结束后,跟着夜挺带团,参加共产党发起的南昌起义 失败后,回家敬仰一段时间,后加入陈继堂乐系军阀校吏 后来因陈继堂反蒋下野,他又以黄浦学生身份,带着毕业时颁发的中正简 去拜见习日的校长蒋介时,一番师声谈话后,从此他对国民党死心塌地 徐邦会战时,刘振湘率领的64军,是第七兵团最坚决奋战的 他拒绝突围,誓死要与解放军决战 他说,要打就打,快些决战,到处黄土可埋白骨 最后关头,黄渤涛对刘振湘说 我年老了,而且多病,做俘虏我走不动,而且难为情 我死之后,使别人还知道有忠心耿耿的国民党人 或可使那些醉生梦死的人,醒悟过来 国民党,或者还有希望 你年龄还轻,尚有可为,希望你能突围出去,再为党国做点事 此时,军长刘振湘,做了让下属震惊的举动 他打开皮箱,穿上国民党发的将军大礼服 也佩戴上勋章,换上新帽新靴,整了整衣冠,准备写战到底 最终,刘振湘奋战到底,兵败被俘 刘振湘虽然被俘,但他也是不接受中共改造的人 忠心到底,也是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才被特赦 于1986年去世 第四位,黄维 黄维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国民党中将 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松户抗战,武汉保卫战,滇缅会战等战役 在抗日战争中,立下功勋 1948年9月,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徐邦会战中,不知其下属廖运州是共党分子 药运州向黄维建议,将四个师踢次行动 如果110师先攻击得手,其他师即迅速跟进 黄维采纳 药运州帅110师迅速向指定的地区开进 黄维被骗,以为110师突围成功 命令后续三个师,严110师路线突围 一进入,当即遭共军口袋镇夹攻痛级,后折回双堆级 药运州投共,使黄维计划失败,军心动摇,最终被解放军歼灭 黄维最后被俘 当时,在功德林内关押的一百多名国军高官 黄维是改造表现最差的几个人之一 是拒绝改造的典型 一副报定了要杀身成人的气节之事 改造之中,黄维总是大意凛然 视死如归,似乎就是想激怒管理人员 然后杀掉他,好让他舍身成人 从被俘虏第一天开始,就大吼道 只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 我为什么要投降?咱们各推二十里,再打一次 他走路始终挺着腰杆,不失大将军的威风 还留起了胡子,他自称 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子,不能在监狱里剃掉 而且,他对其他认罪悔过的战犯,还大肆讥讽挖苦 一次,黄维的妻子蔡若蜀来探望他 要他好好改造,争取早日获得特赦 不料,黄维立即翻脸 以后你不要来看我了 在功德林,黄维多次与管教人员对立 叫嚣 不成功变成人,君子不是二主 黄维始终不肯说老蒋一句坏话,称自己无罪可悔 在一次谈话中,黄维说 在国民党里面,坏人不少 但有两个人我是不骂的 一是老蒋,二是陈诚 因为老蒋是我的校长,是最高长官 而陈诚,则对我恩重如山 没有陈的重用,我提升得没那么快 在改造所中,大家都在写悔过书时 黄维却拒绝写任何悔过书 他说 我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 十几万大军在我的领导下溃败 徐邦会战说我是笨蛋 草包,我是不能接受的 我的兵团最后是全部被奸了 但换个人,未必比我强 黄维常常为了逃避改造 他经常不写笔记 经常一言不发 甚至还在本子上写下了 文天祥的正气歌 由于长期不写任罪书 在1975年 中共特赦最后一批战犯时 黄维终于被特赦